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十三虾小龙虾 先处理龙虾 剪去虾须 取掉虾线 掰掉小腿的同时 可以把腮也一起拽出 再用剪刀 剪去虾前 用刷子清洗干净 现在虾已经处理干净 接下来准备辅料 姜切片 青椒切滚刀块 八角 桂皮 香叶 花椒 草果 干辣椒 辣椒面 皮线 豆瓣酱 十三虾 醋 白糖 生抽 今天十三虾 我用啤酒做 食材全部准备好以后 我们要开一个油锅 把小龙虾 下锅炸一下 油温烧到七成了 处理干净的龙虾 腻干水分 现在可以下锅 炸至小龙虾变色后出锅 现在捞出锅内留油 下锅下锅 香叶 桂皮 炒果 八角 花椒 干辣椒 下锅皮线豆瓣酱 炒出红油 倒入啤酒 倒入啤酒 走二十分钟 倒入辣椒面 十三虾 姜片 搅拌均匀 加点盐调味 烧开 烧开后 加点生抽 捞出香料和辣椒 倒入炸好的小龙虾 然后再次加一点十三虾 加一点白糖提一下鲜 最后倒入青椒 加一点点醋 炒匀后即可关火出锅 好 这是十三虾小龙虾简单的做法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